台北市长柯文哲下午出席主题为泼汤祈福文化庆典的2017台北温泉季开幕式 台者日本温泉业者赠送的神校仿校日本群马献的泼汤祈福活动 与模特在玉盆泡汤的宣传画面热闹登场 共有25家温泉业者祭出多项优惠 其中日本山形县米泽市来台展江温泉的武将最吸引目光 温泉季从本月19日至23日展开 有日本指宿式的夏威夷草群舞 松山饰演歌手及京都蝶乐团演出 21 22日有泼汤游行活动 汤祈福活动由日本温泉业者赠送的神校热闹进场 温泉季从本月19日至23日展开 有日本指宿式的夏威夷草群舞 松山饰演歌手及京都蝶乐团演出 21 22日有泼汤游行活动 还有明花园歌载戏 露天电影院 纳卡西 PK赛 御医设计比赛等活动 记者苏建宗摄影 分享 2017台北温泉机 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 仿效日本群马献的泼汤祈福活动 温泉机从本月19日至23日展开 有日本指宿式的夏威夷草群舞 松山饰演歌手及京都蝶乐团演出 21 22日有泼汤游行活动 还有明花园歌载戏 露天电影院 纳卡西 PK赛 御医设计比赛等活动 记者苏建宗摄影 分享 2017台北温泉机 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 仿效日本群马献的泼汤祈福活动 与模特在玉盆泡汤的宣传画面热闹登场 共有25家温泉业者寄出多项优惠 其中日本山形县米则是来台展 加温泉的武将最吸引目光 记者苏建宗摄影 分享 2017台北温泉机 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 仿效日本群马献的泼汤祈福活动 与模特在玉盆泡汤的宣传画面热闹登场 共有25家温泉业者寄出多项优惠 其中日本山形县米则是来台展加温泉的武将最吸引目光 记者苏建宗摄影 分享 2017台北温泉机 开幕是以泼汤祈福文化庆典为主题 仿效日本群马献的泼汤祈福活动 由日本温泉业者赠送的神校与模特在玉盆泡汤的宣传画面热闹登场 共有25家温泉业者寄出多项优惠 温泉机从本月19日至23日展开 有日本指数式的夏威夷草群舞 松山饰演歌手及京都蝶乐团演出 21、22日有泼汤游行活动 还有明花园歌载戏 露天电影院 纳卡西PK赛 寓意设计比赛等活动 记者苏建宗摄影 分享